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本本频道 然后呢,昨天呢,就是给大家就是说一下 包括咱们现在在这个,呃,利用这个新的项目啊 包括咱们的这个核酸一码通的这个新的项目当中 呃,记着标示说咱们的主要方向啊 是主要是灭供啊,咱们是扰乱金融灭供 不要是因为挣了一点,拿了一点小钱也好 迷失了方向啊,这一点咱们大家一定要 切记啊,千万不要迷失的方向 然后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就是黑客灭供战队的新项目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大概看一下啊 注意了啊,注意了,注意了啊,朋友们 新的网络电商诈骗了,又出现了 张三有一天呢,看到一个列机或者呢,手机上收到一条短信 之后呢,张三就点击了这个短信进去以后呢 发现是一个借款平台 他们呢,会给张三看他们的营业执照,以及公司的公牌等等 让你呢,相信他们 而你呢,信以为真,手头有点紧,需要借款 然后呢,你就替交了个人的身份信息 他们呢,会告诉你,你可以借款二十万 需要你输入银行卡号 然后呢,他们会告诉你,由于你的疏忽大意,把银行卡号呢,输错了 导致你的账户冻结,无法下款 要求你呢,赶紧缴 折纳,解冻费,手续费等,来解冻以后呢,就可以下款 如果你不缴,你就属于违约了 他们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注意啊,这是赤裸裸的骗局 即使你缴纳了所谓的解冻金,手续费,你的钱也肯定下不来 你缴纳的费用也被骗了 在这里呢,重点来了 没有一个借款平台,在你没有拿到他们的钱的时候 他就可以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你觉得是这样吗 我是凡大介绍,点击关注 了解更多的防疫知识 这是咱们那个黑客战队的这些一些老的项目 做了一些新的改变啊 就是我们针对的这些信息啊 就是包括就是我们的这个黑客战灭空战队呢 就是为了就是手里拿到的这3500万条的这个信息啊 不要白浪费了啊 就是包括一些重复利用的一些信息可以使用 所以说什么 包括一些对方的有手机号码 都是一些真实的可用的手机号码 包括一些短信 咱们的木码做了一些针对的改变啊 这样的项目也可以去使用啊 包括在第一种方式啊 就是没有啊 就是包括对方就是没有这个 呃卡里没有钱的情况下啊 可以这样是去使用去啊 就是包括旁敲侧击的对吧 这个东西是一个方式问题啊 关键是怎么用啊 所以说咱们在这条道路上啊 在这个方向上一定要深挖啊 深挖这种信息或者重复利用这些信息啊 这个隔山打牛的力量啊 在灭供的方向上一定要扰乱金融 让整个市场全部乱套啊 就是把咱们的HP平台啊 一定要扩展大 包括咱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平台 这些项目最好大学生全部都在用啊 都在第三梯队 80多万的所有第三梯队的大学生都全部都让他们用上啊 这样才这样才达到咱们的目的啊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啊 达到咱们这样的目的 这样的话 报名会不断的增多 这样才对咱们灭供的方向有利 好吧 然后首先大概我会说一下啊 咱们这个贷款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呃 一个是圆码问题 基本上没有已经做了一些更改啊 包括他们一些测试了 因为我们就是时间有限啊 条件有限 所以说是呃就是没有做 搭建各方面给大家展示啊 希望大家能够认同 然后把这个视频圆码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 然后咱们针对的方向是什么呢 一个是58通城 国内的58通城 感激网啊 广告的发放 这样应该旁敲侧击的怎么去玩 大家心里有数 第二个是什么 针对QQ询 还有是贷款口子平台啊 希望大家好多都在用钱的方向 各方面是怎么去弄啊 这就是方向 第三个就是针对地方的大学城啊 就是说没有加入咱们第三 第三站队的啊 没有加入咱们第三方站队的 就是这些大学生很多很多 马上都在开学啊 马上都在来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 2月份3月份4月份啊 所以说刚开始啊 共产党还没还真还还这个享受在这个冬奥冬奥会啊 或者说地方的这个疫情啊 还有一些就是享受在春节的欢乐当中啊 还没有反应过来 咱们一定要打起精神迅速的把握 站住这个市场啊 能够有力的把这把尖刀插在共飞的脖子当中啊 所以说咱们能够这个步步为营步步为奸啊 每天一个进步每天一个台阶啊 顺利的达到密工冬奥尾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 再见